譬如4-4-9 四字四解第九個例子 有兩小題 第一小題 second四次方 tangent四次方的不定積分 後來second九次方 tangent三次方的不定積分 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解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小題 second second四次方 後來tangent tangent四次方 不定積分 second是正偶數 怎麼辦 正偶數怎麼辦 second正偶數拆兩個出來 拆兩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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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著順序 拆兩個出來 拆兩個出來 你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有脈絡可行 脈絡可行 不一定要照spare公司 這個東西剛好是dtangent 所以你全部要可以化成tangent 所以這個tangent四次方 不要去動它 tangent四次方不要去動它 剩下這個second平方 因為它是正偶數 拆兩個出來 還是正偶數 second正偶數 一定可以化成tangent 利用1加tangent平方 利用1加tangent平方 要等於second平方 這是平方關係很基本的 所以second平方內 是1加tangent平方 1加tangent平方 那把分配力乘開來 tangent四次方 tangent四次方 再加上tangent六次方 然後dtang dtangent 所以很明顯的你要令u等於tangent 很明顯的令u等於tangent u的四方du 是五分之一u的五次方 五分之一u的五次方 再加上u的六次方du 是七分之一u的七次方 再加個積分常數c 再加個積分常數c 這是第一題的答案 那第二題 第二題 題目呢是second的九次方 second的九次方 過來tangent的 tangent的三次方 dx 最後呢是tangent是正偶數 tangent正偶數 tangent正偶數 正偶數怎麼辦 各猜一個出來 各猜一個出來 這個方法你要把它記下來 各猜一個 second猜一個 還有八個 九個猜一個 還有八個 tangent三個猜一個 還有兩個 各猜一個 second 過來tangent 過來tangent dx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看到這個東西 一定要想到dsecond 一定要想到dsecond 所以全部要化成second 假使呢 假使呢 這個tangent 這邊呢 不是正偶數 那就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正偶數 拆個出來是正偶數 tangent正偶數呢 立刻化成second 所以這second不要去動它 tangent平方呢 是1加second平方 1加second平方 這把平方展開 分配力 second second 這是八四方 再加上second 是十四方 指數力 簡單的指數力 然後d呢 second second x 會等於 u的八四方 du 是九分之一 u的九四方 九分之一 u的九四方 再加上u的四方 du 十一分之一 u的十一四方 再加息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是我們的答案 有時間呢 再寫一個答 再寫一個答 第一小題的答案 是second second 四四方 tangent tangent四四方 dx 會等於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tangent五次方 tangent五次方 再加上七分之一 tangent七次方 再加息 再加息 這個是七次方 這個呢 是七次方 這是七次方 這是七次方 這是tangent七次方 這是七次方 第二小題的答案 是second second 是九次方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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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次方 dx dx 會等於 會等於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second的九次方 再加上 十一分之一 second的十一次方 再加息 再加息 這基本概念一定要有 基本概念一定要有 這是 second second 成tangent的不定結分 或cosecond 成cosecond的不定結分 這是四方的 第一個second cosecond 是正我數 正我數 另unit等於tangent或cortangent 另unit等於tangent tangent cortangent是正極數 怎麼辦 各猜一個出來 各猜一個出來 另unit等於second 或cosecond 前面那個形式 另unit等於second 後面那個形式 另unit cosecond 這是 這是patern6的 這個 這個case1跟case2 好 case1跟case2 這是我們的example 4-4-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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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